好,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沙默》记上的课程。 我们停了两个礼拜,但是大家还记得回来。 那么我们要继续讲大卫的故事,特别是和神心意的人。 那么我想问一问的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哪里? 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我们讲到哪里。 我们都是一群读多少忘多少的人。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大概应该是十九章。 那么我们还记得《沙默》记上十九章。 那么这就是讲到邵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要杀他。 那是但被迷甲用障眼法拖延了一段的时间,然后他就逃出来。 然后我们读到大卫,他有时间就跑到拉玛去见沙默。 特别到拉玛的拿约在那里,将邵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那以后我们看见,邵罗好像被上帝的灵所受感动。 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他的一个羞辱。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邵罗向大卫标过枪。 所以大卫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恶魔在搅扰他,而不是有意要杀他。 不过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来到第十八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现在他很清楚知道要杀他的人是他的仇敌, 是流人血的人,还有行鬼渣的恶人。 这是他在诗篇第五十九篇所表达的, 所以他对邵罗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就进入了《撒末记》上第二十章。 那这一章很长,主要的圣经有这么长的篇幅, 要描述约拿丹跟大卫,他们蒙月有情的考验。 那我们从这一章要读到,大卫从约拿丹证实了邵罗决意要杀他。 大卫跟约拿丹也必须分离,那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那当你读二十章的时候,其实这是很悲伤的一章。 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所有的人物,他们都带着痛苦, 他们都面对人生的困难,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看大卫,他的痛苦就是, 他必须向他好朋友来证实坏的消息。 这个坏的消息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好朋友的父亲邵罗要杀他。 那你可以想象,你要告诉你的好朋友, 你跟他的父亲之间有仇恨,有仇敌,那是很艰难的。 那这同时也让他的好朋友呢,就处在两难之间。 一方面是亲情,一方面是友情。 亲情跟友情之间怎么样子的取舍,哪个重,哪个轻。 那必须在两者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那是极大的痛苦的。 所以大卫把他的好朋友放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的里面。 那么大卫的痛苦也包括最后,他必须跟他的好朋友分离。 就是他必须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离开了他的朋友。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是痛苦的人。 那同样的,这一章的越拿丹呢,也是一个痛苦的人。 他因为经文了他的好朋友,要被人杀害。 大卫很少把这件事情告诉越拿丹。 现在他告诉他,有人要杀我,谁?你的爸爸要杀我。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他来讲很大的打击。 那么也证实了好朋友的敌人是他的父亲。 他开始不相信,但是经过了一些的测试之后, 他知道的一切是少罗要杀大卫, 而且发现了他父亲为人的卑鄙。 那你可以想象他看到他父亲的另外一面的时候, 这是他不曾看见的,不曾认识的。 那是极大的痛苦。 当然,他也必须跟他的好朋友分离。 那在这些人物的当中,当然也包括了少罗。 那少罗当然也是一个痛苦的人。 他在这里一方面,他担心他的儿子将会失去他的王位, 因为大卫越来越强。 那大卫越来越是君王的这个样式。 所以他担心他的儿子越纳丹的王位不保。 同时同时又很痛恨他的儿子, 竟然为着他的朋友来背弃亲情, 那甚至帮助他的朋友来逃难。 因此,这个是他心中的一个痛苦。 同时,他自己要杀大卫的计划也被破坏了。 所以,他们都在痛苦的当中。 当然,这些悲伤本来都可以避免的。 但是因为人不愿意顺服神, 人愿意欺负于罪, 罪就带来了痛苦的悲伤。 其实关键人物就是少罗。 只要少罗愿意顺服, 不要活在罪中, 那这些问题都解决。 但是你可以看见, 只要一个人犯罪, 全家受到什么? 受到影响。 所以犯罪不用多。 在一个群体里面, 只要一个半个, 他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 同时,罪也破坏了美好的关系。 可以想象, 邵罗、月娜丹跟大卫是一个很强的组合。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它是一个梦幻的队伍。 如果他们愿意好好的配合, 但是很少梦幻的队伍能够成行, 也一定就是人的罪在其中。 所以罪就破坏了许多的关系。 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发展, 团体的发展也因为人的罪, 所以使到许多美好的工作, 美好的团队破裂瓦解。 很多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这些人, 都成了什么? 不能被上帝所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期间都是因为罪的关系。 所以在这二十章的里面, 这第二十章, 就把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再次的看到, 大卫跟耶拿丹他们怎样子的律约, 大卫跟耶拿丹怎样子的守住他们的友情, 怎样子的在这个困难的当中, 来为他们自己的这个真情来把握住。 所以这是一个生死的约, 那耶拿丹要取特别, 他求说我死了之后, 大卫要向扫罗家发持爱的约, 这是我们要读到的。 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撒母记上二十章, 你就把圣经打开到二十章, 那就从第一节, 我们读一读第一节,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耶拿丹那里, 对他说, 我做了什么? 有什么罪孽呢?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行说我的性命呢? 那大卫从拉玛的拿约, 拉玛的拿约呢, 大概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是十海, 那么在十海上来, 这就是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呢, 就有一个叫做基比赦, 在这个基比赦呢, 就是大卫开始呢, 他是逃到拉玛, 他从基比赦逃到拉玛, 去告诉了少罗所有的事情, 那么以后也告诉了撒末所有的事情, 然后他又回到基比赦来, 那么他回到基比赦, 他要见耶拿丹两度来立业, 那大卫在撒末那里其实很安全的, 因为少罗不敢对撒末做些什么, 他毕竟是伟大的先知, 所以他在那里可以说有很好的保护, 那为什么他却不顾生命的危险, 要回到基比亚来呢? 他其实不用在基比亚的, 答案是因为大卫不能隐瞒他的好朋友, 他所面对的困境, 过去他逃得太冲凑了, 所以现在他要回来告诉他的好朋友约拿丹, 他现在所面对的情况, 同时要向他的好朋友约拿丹来询问, 并且要证视少罗为什么要杀害他, 那大卫一直在想的问题是, 到底我做错了些什么, 为什么他要杀我? 所以你看到大卫本来是一个心地很纯洁的人, 他少罗要杀害他, 他百师莫解, 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犯什么罪, 是得罪少罗的, 或者得罪国家的, 我有什么罪孽呢? 我在你的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呢? 我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危害他呢? 所以他很希望从越拿丹那里找到答案, 因为他认为越拿丹跟少罗是很亲近的, 他一定知道他的情况, 那大卫的可贵的情操就是, 他不是先质疑少罗, 他而是先反省自己, 那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先想到自己是不是有问题, 而不是先想到少罗, 这是很可贵的情操, 很多的时候人跟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我们都是想到他有问题, 我们很少想我有问题, 但是大卫不是他先想我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感谢上帝, 那么当然就是他有问题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要先自己反省, 然后我们才想到为什么别人这样对我们, 可能就因为问题住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只要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解决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些人去到哪里都碰到敌人, 有吗? 你有碰过吗? 他会跟你讲, 我去到这个A地方碰到敌人, B,C,D,E,F, 到处都有敌人, 为什么? 问题不在其他地方, 问题在他自己, 他其实就是众人的什么? 敌人,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真的很谦卑地反省自己, 就好像大卫这样, 所以到了第二节, 我们读, 越拿丹回答说, 断然不是, 你必不自私, 我父做事, 无论大小, 没有不叫我知道的, 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 绝不如此, 越拿丹很肯定的, 他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说, 你必不自已死, 我的父亲不会杀你, 你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 我的父亲一定不会杀你的, 如果我父亲杀你的话, 那他怎么会隐瞒我呢? 所以因此,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把握? 那我们记得在撒幕上十九章的四到七节, 我们知道当大卫跟少罗有闲谢的时候, 那越拿丹曾经从中调解, 过后少罗曾经亲自保证, 不会对大卫不利, 所以越拿丹不相信父亲, 还会这样狠心地要杀大卫, 我们记得后来大卫回到宫里面去服侍了, 一切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所以这是越拿丹相信的, 那越拿丹是很单纯的, 他以为他的父亲少罗, 事无大小, 对自己绝不隐瞒, 但是我们知道他错了, 而且他并不真正认识他的什么父亲,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少罗有他的另外一面, 是他不曾向任何人来显露的, 包括他自己的孩子,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 最可怕的就是, 你不认识你的父亲的另外一面,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 越拿丹毕竟显得很单纯, 所以到了第三节, 我们再读, 大卫又启示说,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心里说, 不如不叫越拿丹知道, 恐怕他仇烦,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你看这一节的经文, 大卫几次启示啊, 两次启示, 大卫又启示说,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然后下面又一句话说,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大卫两次以强调, 很强烈的辑调发誓, 我告诉你的这是真的, 你父亲要杀我是真的, 这个你要相信我, 而且少罗的确会把我给杀死, 他讲了一句, 很危险他自己感受到害怕的一句话, 是什么, 我离死不过一步, 弟兄姐妹这是真理, 其实不是大卫离死不过一步, 我每个人离死都不过一步, 生跟死有多远啊, 不是几十年哦, 不是几, 不一定是几十年, 有时候就是一步,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他们发射太空船, 他们最早到夜球去, 所以有一个在太空上步行的太空, 这个人就叫做Neil Armstrong, 那这个Eil Armstrong有一次, 他在他的这个展览会的里面, 英国的这个安娜公主, 刚好在那里看他的展览会, 就对他问了一个问题, 就看着他穿的这个太空衣, 那就问他说, 他在这个太空漫步的情况怎样, 那跟Eil Armstrong回答说, 他说我在太空漫步的时候的感觉是, 我跟永恒之间只是一块布而已, 那就是什么, 那一个太空衣, 只要把那个太空衣一撕开的时候, 他就进到什么, 永恒里面,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离死不过什么, 一步, 所以这一步还没来之前, 好好用你的一步, 不要随便的来荒废我们的时间跟生命, 的确没有人知道, 就是那么一步, 我们就进到永恒里面, 但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一步就进到什么, 上帝的荣耀里面去, 但是想想没有信主的, 没有永生盼望的人, 那是极其的可怕, 一步就成为永恒的灭亡, 永恒的痛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有很多的时候要有智慧, 才能够看见, 但是大卫在这里讲的这句话, 更感受的很真实的是, 因为他随时会被枪杀, 随时会被暗杀, 所以大卫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想想看大卫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他曾经在旷野, 他曾经跟狮子跟熊来搏斗, 他曾经面对哥利亚, 他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有这样的感觉, 就表示什么, 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所以他像约拿丹说, 我所面对的是真实的, 你要相信我, 所以第四节, 约拿丹就对大卫说, 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那你看到约拿丹带着半信半礼, 不过他承诺, 好吧,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怎么做, 这就是一个好朋友, 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什么, 相信, 如果他没有办法相信, 也尽所能的什么, 为他排忧解难, 大卫来看少罗的反应, 所以约拿丹也答应什么, 大卫的请求, 第五节, 我们读, 大卫对约拿丹说, 明日是初一, 我当于王同夕,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第三个晚上, 那初一跟王同夕, 因为耶稣他们有献祭, 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 就要一起吃饭, 所以所有的亲人朋友都会在一起吃饭, 大卫也会跟他的君王少罗一起吃饭, 所以第六节他说,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 你就说大卫窃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横弃, 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纪, 那大卫要跟他有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他要窃席, 所以他就对约拿丹说, 你跟你的父亲说, 我不在, 因为我回什么伯利横去, 那大卫是不是在这里要求约拿丹说谎呢, 那可能是可能不是, 其实大卫有没有回去伯利横呢, 圣经没有记载, 但不代表没有, 我们不知道, 那假设说他有回去, 当然他不是说谎, 如果他没有回去, 他当然是说谎, 但圣经没有评论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 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卫做的, 就认为什么, 这是好的事情, 如果大卫的确要借着说谎来瞒骗的话, 我们不能说这是好的事情, 不过, 我们再次看见圣经很忠实的记录, 很显明圣经的什么, 真实性, 当然如果是撒谎, 就显出大卫人性因为忌怕而有的软弱, 这是我们经常会看见的, 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问号放住, 大卫有没有回去伯利横, 或许是有, 因为对大卫来讲, 要回去伯利横过节, 一点都不难, 他只要过了节再回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是他的计划, 好的, 第七节, 第八节我们读, 你父亲若说好, 仆人就平安了, 他若发怒, 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 求你施恩于仆人, 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成于仆人结门, 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所以大卫对约拿丹说, 求你施恩于仆人, 大卫其实要求约拿丹, 来实现两个人立过的盟约, 就是不管情况怎么样, 约拿丹都愿意帮他, 但是约拿大卫也意识到, 他的困境不是因为他这方面有什么罪造成的, 所以如果他被当成政治仇敌的话, 又过着亡命者的悲惨生活, 如果再加上罪就感的重担, 那么当然这个重担就太重了, 但是大卫唯一安慰的就是, 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所以基于这个事实, 在这个试炼的时候支持了什么, 大卫, 大卫很坦然的对约拿丹说, 如果我有罪, 你最清楚的, 你就把我解决了吧, 但是我没有罪, 这是约拿丹知道, 他也知道的, 所以我们再次看见, 清洁的良心的重要, 弟兄姐妹, 清洁的良心, 能够补偿这个世界中任何的损失, 也就是我们要经常有这个清洁的良心, 很多的时候, 那些嫉妒恶人, 或者羡慕那些放纵罪中之乐的人, 我们应该要记得, 这些快乐是要用悔恨, 以自我憎恶的时辰来偿还的, 所以心中没有罪的重担, 清洁的良心是很宝贵的, 这就是为什么赦罪的平安很宝贵,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带给我们很大的喜乐, 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存无亏的良心, 所以因此, 如果人有亏欠的良心的时候, 那个不安会常常的在他的心中成为一个控告, 许多成就以旧引以世俗污秽之权的人, 都愿意给出他们的一切, 只要他们能够起销过去, 并插去他们生活中的污点, 很多的时候, 人知道平安的重要, 另外一方面, 那些能够以一种无愧的良心面对上帝, 和他们的同胞的人, 其实世上最什么? 最幸福的人, 所以求主, 让我们常常享受这种无亏良心的自由, 喜乐生命跟平安, 那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拥有的很少, 但是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财富都不能买到的财富, 大卫就是这样, 他对耶稣当说, 如果我有罪, 你就来杀了我好了, 但是大卫很清楚的知道, 他有清洁的良心, 第九节, 约拿丹说, 断无此事, 我如果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 我岂不告诉你呢? 约拿丹心中感到, 大卫对少罗的态度跟他的推理是错误的, 他似乎生性, 只是因为少罗精神错乱, 所以有时候才会使他的什么? 行动像魔鬼, 这也过去也是大卫想的认为, 不过大卫已经亲身经历, 少罗不是这样, 他本来可以直接反驳大卫的, 但是因为这个影响是一种, 私人的方式来影响大卫, 所以他乐意尊重他朋友的观, 关于探知少罗态度的方法, 他愿意帮助他, 约拿丹就表示了, 如果少罗要害大卫, 他一定会什么? 会知道, 他承诺, 如果知道一定会什么? 告诉大卫,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他们友情之间没有什么, 可以隐瞒的, 除非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一定告诉你, 这就是约拿丹跟大卫的友情, 所以未来会显明事实, 而且会照大卫的办法而行, 他觉得帮他问一问, 了解一下少罗, 也没有什么大碍, 也没有什么害处, 所以这个经历有一个价值的教训, 我们从约拿丹跟少罗来看到, 人所拥有的遗传跟环境并不一样, 一个对待生活难题的方式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 结果常常就是意见不同, 矛盾和扭开彼此的丑陋跟指责, 所以激烈的延迟被愤怒的说出来, 而因而离间的家庭, 朋友甚至爱人, 所以我们的自私也增长, 并且骄傲, 保持着所采取的力量, 不管是不是站得住脚, 这表示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 那你在这里就看见了, 少罗跟约拿丹这种情况, 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对比, 少罗在他的急躁专制跟玩耿中, 感到他必须是第一位, 这是少罗, 他所说的就是正确的和什么, 决定性的, 任何一个有不同意见的人, 都要不被不择手段的消除, 然而他亲生的儿子, 且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少罗跟约拿丹很不一样, 约拿丹真的不像少罗的儿子, 所以因为他表现的跟少罗不一样, 那少罗是那种不能够, 谁比他强, 谁就要被他除去的, 既然父亲跟儿子拥有同样的环境跟训练, 为什么他们之间如此不同呢? 你们想过一个家里的人一起成长, 同样的环境, 但很不一样, 为什么? 难道上帝光照了一个人的生活, 而没有光照另外一个人吗? 少罗生来就是邪恶的, 而相比之下, 他的儿子却既有高贵的品性吗? 难道人们必须接受少罗所有的怪僻, 允许他所有的独断专行, 和盛气凌人的作风吗? 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保罗的话里面可以找到的,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的选择, 就是我们愿意服务谁, 我们愿意用谁的思想, 结果我们整个的生命呢, 就献给一个另外一个主人, 什么意思? 你要做义的奴仆, 还是要做罪的奴仆,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如果我们选择做义的奴仆, 就像谁? 约拿丹, 如果我们选择做罪的奴仆, 就像谁? 就像少罗,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结果, 那可能少罗在他早期青少年的时候, 全部用来服侍他自己, 他的父家可能是个问题儿童, 在同伴中可能是欺凌弱小的, 但仍然像犹大一样, 天生就是什么? 领导者, 如果这是真实的话, 那么当少罗离家找女子的时候, 他父亲会焦急, 就容易理解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少罗受高的时候,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上帝依然接纳了他, 给了他新的心, 但是少罗拒绝行在上天的广众, 另外一方面, 少罗的儿子越拿丹, 却选择均寻别的利益, 而不是自己的那些利益, 所以越拿丹, 可能他早期的生活, 就通过虔诚明摆顺服上帝的旨意, 就逐渐地发展了他的观点, 确定了他的方针, 他的人生观使他高兴地接受了什么, 大卫的建议, 这种随着别人的经验, 可能一直在大卫的心里, 他后来歌唱说, 看啊, 弟兄和睦同机,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那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 让你看见, 越拿丹跟大卫, 越拿丹跟少罗之间, 他为什么不同, 就是他选择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像圣经所讲的, 我们选择做义的奴仆, 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 第十调识一节, 我们一起读, 大卫对越拿丹说, 你父亲如果用利言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呢? 越拿丹对大卫说, 你我往田野去, 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大卫说, 如果你父亲要杀我, 现在怎么传这个信息, 我已经不能够在你的身边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商讨对策, 就往田野去了, 可能因为怕各墙有耳, 所以到外面隐秘的谈话呢, 比在家中什么, 安全, 大卫没有直接反驳越拿丹, 他继续安排他的测试计划, 所以记得下来的十二到十七节, 我们会读到越拿丹跟大卫结盟, 并且保证一定会保护大卫逃避少罗的加害, 但大卫必须要保护越拿丹跟他家人的生命, 这是他们之间的盟约, 十二十三我们读, 越拿丹对大卫说, 愿越花以色列的神为证, 明日越在这时候或第三天, 我叹我父亲的意识, 若向你有好意, 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衡安安的走, 愿越花重重的降伐于我, 愿越花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注意越拿丹的一句话, 越拿丹说最后一句话, 愿越花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这句话, 话中有话, 这句话为什么说话中有话呢, 因为越拿丹似乎也意识到, 少罗的没落跟大卫的什么, 的兴起, 所以他才说从前, 所以表示什么, 现在他在少罗的身上, 似乎看不见什么, 上帝的存在, 所以越拿丹就认定, 不管形势怎么变化, 他都不会丢弃大卫的誓言, 他使自己跟大卫什么, 紧密结合, 如果消息是好的, 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他不会丢弃大卫, 如果消息是坏的, 他将会真情通知大卫, 并在他的性命逃亡时, 祈求上帝祝福他, 所以因此, 越拿丹伸信, 当少罗承担国家的重任的时候, 上帝与他的父亲同在, 但是今天自从遇到大卫, 他也看清楚, 上帝也给大卫计划安排什么, 很高的使命, 所以不管少罗对大卫多么不好, 神对大卫的计划必定什么, 会实现, 所以在这种态度中, 越拿丹就显出了他真正的宽宏大量, 他不在乎大卫做王, 只要大卫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那我们再读十四十五节,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 以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越拿丹相信, 耶和华会使大卫做王, 所以要求大卫按蒙虐中的慈爱, 对待他的后裔, 就是不要照一般的做法, 除灭前王朝的所有后裔, 就是过去, 一个王如果打胜仗, 占领了, 他把他们王室里面的人全部怎样杀了, 越拿丹跟大卫说, 你做王的时候, 你不要杀我的孩子, 你不要杀我的家人, 这是我们之间的盟约, 所以大卫同意这个盟约, 所以他们就立约了, 好, 十六十七我们再读, 于是越拿丹跟大卫家结盟说,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 追讨贝业的罪, 越拿丹因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使他再启示, 所以很直接地说到, 越拿丹和大卫重新结盟, 要求大卫要永远保护他和他的家, 所以他建门的对象, 大家注意的就是, 从撒末纪上十八章三, 解释大卫跟越拿丹立业, 现在变成大卫的家跟少罗的家, 两个人的盟业成了什么, 两个家族的盟业, 越拿丹让人感动的高超情仪在哪里呢, 就是明知大卫会期待自己坐往他不嫉妒, 不跟他父亲联盟对付大卫, 反而愿意保护大卫跟他结盟, 所以我们就进到另外一段, 撒末纪三二十章的十八大二十三节, 我们就看见, 越拿丹跟大卫就约定好了, 要用射箭的方式来传达大卫是否有危险, 十八节, 越拿丹对大卫说, 明日是初一, 你的座位空舍, 人必不理会你不在哪里, 你的座位什么? 空舍,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来了, 大卫的座位空舍, 让我们从座位空舍的联想, 当礼拜堂的座位空舍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每个礼拜你坐礼拜, 我们每个礼拜牧师站在台上,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有空位的时候表示什么? 我们基督徒有个习惯, 我们坐惯了我们坐惯的位置, 差不多好像到了一个时候, 有你固定的位道, 你的印都在那个地方, 而你的位空舍通常都是因为什么? 你没来, 所以看你的位空的时候, 你没来, 弟兄姐妹, 你想到什么? 当礼拜堂的空位很多的时候, 我们想到什么? 当我们传道人在台上看到空位的时候, 我们又想到什么? 特别是那一个指定的空位, 那个人常常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 他忽然间, 那个礼拜你看不到他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想, 他是不是病了? 他是不是太忙了? 那他是不是被提了? 当然不太可能啊, 他被提, 我们也被提, 但是他是不是回天家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联想到什么? 当你看到空位的时候, 还有在当家中用餐的座位空舍的时候, 你又想到什么? 很多的时候, 家里的位置少了一个, 什么原因? 很多的原因, 所以有时候人一起吃饭, 习惯了一起吃饭, 少了一个人的时候, 那种感情, 那种情绪是什么? 是很复杂的, 所以你想到什么? 大卫不再来用餐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第十九节, 他说, 好, 第十九节, 你就等三天, 就要速速的下去, 到你从前一事所长的地方, 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 他们就计划了, 大卫在野外等候三天, 然后跑到以色的磐石, 应该是他们当年, 初定盟月的地方, 所以二十节, 我要向, 我们看二十节, 我要向磐石设三件, 如同设计拔一样, 我要打发童子说, 去把件找来, 我若对童子说, 件在后头, 把件拿来, 你就可以回来, 我只做永生的耶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我若对童子说, 件在前头, 你就要去, 因为耶华打发你去的, 约拿丹就打算, 以色鉴之后说, 件在前头, 还是件在后面, 来告诉大卫, 应该回头, 还是逃跑, 如果件在后面, 就是什么, 回来, 如果件在前面, 就是什么, 你赶快走, 所以他们约定了这个暗号, 约拿丹就把少罗的敌, 当成是上帝要大卫离开的记号, 如果少罗这么对你, 你就走吧, 当然, 他以为自己这样, 也不是在背叛父亲, 而是在传达什么, 上帝的心意, 23节, 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 有耶华在你我中间为证, 直到永远好, 这段经文的记载呢, 就是大卫跟耶拿丹 事先安排的计划, 就是怎样把测试的结果, 传给大卫, 大卫就躲在田间, 耶拿丹在第三日, 以射箭作为记号, 通知他, 一切正如大卫所意料的, 事情就这样的, 在少罗的王宫里面展开了, 《少罗记》上, 20的24到29节, 我们就读到, 少罗到了第二天, 问耶拿丹大卫窃席的事, 耶拿丹说明了大卫的情节, 24到29节, 我们读, 大卫就去藏在田野, 到初一日, 王坐西要吃饭, 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耶拿丹势力, 亚尼尔坐在少罗旁边, 大卫的座位空射, 所以, 王坐在靠墙的位上, 耶拿丹势力, 亚尼尔坐在大卫, 少罗的旁边, 大卫的位置空了, 一顿饭的启示, 很多的时候, 这一顿饭说明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看见, 少罗坐在哪里, 圣经说, 少罗坐在靠墙的位上, 为什么? 因为少罗没有安全感, 那靠墙的位是最什么? 最安全的, 靠墙, 别人可以从后面来吗? 不能, 所以一个人没有安全感, 会决定他选择的位置, 教会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位置, 就是第一排, 所以, 很少弟兄姐妹要坐第一排的, 你注意, 都是做什么? 就是越坐越后面越好, 因为后面有什么? 安全感, 最后一排他有安全感, 什么安全感, 他要走就可以走, 他坐在第一排, 他走不了, 但其实很奇怪的, 你如果看演唱会, 你要坐第一排, 最后一排? 第一排, 你前面跪, 还是后面跪啊? 不要, 前面跪, 但是你拼命要坐第一排, 那么为什么听讲到, 拼命要坐最后呢? 你看灵性的, 就看出灵性的什么? 灵性的毛病了, 看明星要看什么? 要看夜镜也好, 看牧师看夜演也好,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牧师不吃人了, 我们一样吃饭了, 所以不用太害怕, 所以因此, 这个是安全感的问题, 每个人都选择他安全感的位置, 这是真实的, 在吃饭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的时候, 不同的位置, 你坐在哪个位置会决定, 其实你当时候的整个情况, 少罗坐在那个位置, 他没有安全感, 他心中害怕, 一个嫉妒的人, 一个有罪的人, 他是不可能有安全感, 如果你把安全感建立在外面, 那是很可怕的, 那是很可怜的, 我们从历史中看见, 很多大有权势的人, 他们过得心里何等的不安, 有时候他有许多的保镖, 这说明他的不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中, 我们有上帝, 我们有信靠上帝, 我们就算在危险的当中, 我们也有什么, 也有平安, 耶稣说,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主的里面, 我们有安全感, 所以少罗没有安全感, 第二个人, 亚尼尔坐在哪里啊, 亚尼尔坐在他的位置上面, 那么亚尼尔的地位是高过约拿丹的, 各位约拿丹在这个饭局里面, 他是怎样啊, 他势力的, 约拿丹是王子, 他是势力, 亚尼尔是将军, 亚尼尔跟这个少罗固然是堂兄弟, 但是他的位置是他就是将军, 亚尼尔的地位是高过约拿丹的, 其实这里说明什么, 他们之间的这一个王宫里面有权势的不平衡, 也就是说如果约拿丹要做王, 他似乎要面对亚尼尔的挑战, 以后你会看见亚尼尔怎样表现出的, 他能那一种在整个国家里面, 他要掌权的那种歧视, 所以这个饭局里面就给我们看见, 他们之间的争斗了, 但是大卫的位是什么, 空的, 大卫有位吗, 有位置, 所以大卫的位置其实还比约拿丹的位置怎样, 来得更高, 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他空住了, 26节, 然而这日赵罗没有说什么, 他想大卫一世, 偶然不结, 他必定是不结的, 大卫, 邵罗看到大卫的位置空了, 为什么他没有问? 那邵罗是一个老奸计划的人, 邵罗知道他一看见位置空就问的话, 就显出他的什么? 显出他的太焦急了, 焦虑了, 所以他就给自己一个借口, 他想大卫遇到事情, 偶然不结, 他必定是不结的, 这个偶然不结的, 是指在律法里面, 他说不可以吃献祭后的祭肉等物, 不结是指摸了死尸, 或碰到有死物进去的东西, 生活中有很多他们有许多的可能性会遇到不结的东西, 所以他想大卫或许他今天不结净, 他不能够吃祭肉, 因为现了祭的肉, 或许他明天他会来了, 所以27节, 我们读, 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舍, 邵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 约西的儿子为什么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 他开始问了, 为什么他没有来? 如果只是不结问题, 那么大卫可以自结, 并且在黄昏的时候就结净了, 从而第二天就可以出席宴会了,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来? 各位,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出席的时候, 第一次人家会觉得你可能有事情, 再没有来的时候, 人家知道什么, 关系出了变化了, 饭局常常会是这样, 如果常常的聚会, 你开始不出席了, 一次没问题, 两次三次人家知道什么, 你有变化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这很容易觉察出来的, 所以邵罗也觉察出, 大卫什么, 有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不愿意跟人, 如果我们常常跟朋友见面, 如果我们不再想跟朋友见面, 那就表示什么, 有问题了, 之间有, 关系上有变化了, 所以邵罗也是如此, 所以当邵罗发现大卫没有出席的时候, 他就通过询问他儿子, 他关于耶稀的儿子的下落, 暴露了他真实的什么, 感情, 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耶稀的儿子, 他用什么, 怎么称呼大卫啊? 耶稀的儿子, 对不对? 你看他说, 耶稀的儿子为什么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 他不是说大卫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 那邵罗在这整章里面都不知乎大卫的名字, 而是用耶稀的儿子来称呼大卫, 那可能有多少有轻蔑的意识了, 他对大卫的仇恨是这么强烈到一致, 可能他的话很不友好, 同时大卫曾两次逃脱他行凶的时候, 他决心不让这是什么在发生了, 所以他问耶稀的儿子去了哪里, 二十八节, 月纳丹回大少罗说, 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横去, 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 他说求你容我去, 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我长兄吩咐我去, 如今我坐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 所以大卫没有不亡的宴席, 那在这里他给了出他的言音, 就是他请假了, 跟谁请假? 跟耶纳丹请假了, 他要回哪里? 回去他的家乡伯利横, 跟他的兄长一起的来吃饭, 所以从三十到三十四节, 我们就看见少罗向耶纳丹发怒, 责备耶纳丹, 并且要耶纳丹捉拿大卫, 耶纳丹也气愤愁烦。 三十节我们读, 少罗向耶纳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顽梗被虐的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既起其怒, 以致你母亲肉体羞辱吗? 我们这里是读中文, 所以已经翻译圣经的人, 已经把他的那个很强烈的词句呢, 把他稍微缓和一点, 你可以想象, 这一段话是非常难听的一段话, 那么少罗是很生气的, 所以他用很粗鄙的话来骂越纳丹。 那么你知道当一个人骂人, 骂到最粗鲁的时候, 就是骂他的母亲。 在这里也是这样, 他说, 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既起其辱, 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 反变到妈妈就是大事了。 所以侮辱人是侮辱人, 到了母亲的这个阶段, 所以显出他人格的什么悲疲。 他对他很生气, 这个越纳丹竟然什么, 跟这个帮助大卫, 就是帮助外人, 而什么, 而不帮助自己的父亲。 三十一节, 耶稀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发人气, 将他捉拿交给我, 他是该死的。 那在这里, 少罗的责备里面, 他的说辞固然是为自己找借口, 他说这是关系到你的王位, 但真正的, 少罗清楚地知道, 大卫将会得到王位。 少罗认定大卫是什么? 该死的, 原文是因为他是死亡之子, 所以少罗决心要保持他的王朝, 不管任何对跟错的问题。 所以在追求他的事业的过程中, 以色列王随从了联邦的国王的榜样, 用武力战争跟死亡维持他们的王朝。 所以少罗不愿意承认上帝是以色列至高的统治者, 也就是在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上帝, 上帝不是那个掌权者。 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上帝, 你有上帝的人, 你知道上帝是我们掌管一切的, 你在做事行事, 在事业的追求上面, 是有一套不同的价值观的。 跟你没有上帝的时候, 你做事行事为人, 有另外一个生活的标准准则的。 少罗在这里就显出, 一切在他的手中, 他认为王位是由他来保的, 王位是由他来争的, 所以因此他不择手段要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见他显出他的那个暴怒。 32、33节我们读, 约拿丹对父亲邵罗说, 他为什么该死呢? 他做了什么呢? 邵罗向约拿丹轮枪要刺他, 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了。 约拿丹什么反应啊? 他说理, 他为什么该死呢? 他做了什么呢? 邵罗什么反应呢? 他出话骂完了, 就出拳头了, 几千年都一样, 你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他骂完出话, 他就举手打人了。 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性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谁比较有年纪啊? 邵罗比较有年纪。 谁比较年轻啊? 约拿丹比较年轻。 谁比较有智慧啊? 约拿丹。 谁比较愚蠢啊? 邵罗。 谁比较说理啊? 约拿丹。 谁用暴力啊? 邵罗。 所以年纪, 长年纪不一定长智慧。 记得, 长年纪一定不长, 不一定长生命。 年纪一定会长的, 你睡觉不追求也会长。 但是智慧生命成熟, 不会自己长的。 你要什么? 你要刻意经营的。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讲理的儿子, 跟暴力的父亲。 这是家庭问题。 如果你是那个讲理的儿子, 你遇见了暴力的父亲, 你怎么办?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 父亲不一定是对的, 而儿子是对的, 父亲是不对的, 那这是很大的痛苦。 在耶拿丹的家里就出现了这个痛苦。 所以对耶拿丹来说, 这是一次很震惊的什么? 决心。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谈家庭问题。